美媒称,2019年上半年,中国赴美人数持续减少。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移民政策被认为是阻碍中国人赴美的重要原因。据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7月8日报道,美国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赴美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减少的趋势在2019年上半年仍在持续。 此外,2018年的旅游数据比一些新闻媒体报道的数据更为糟糕。这对美国旅游业和高端零售业的企业和从业人员来说是更坏的消息。报道称,2018年,中国访客入境人数较前一年减少约6%,一些报纸在有关中国访客数量减少的报道中使用了这一数据。 然而,由于访客数据也包括商务和学生访客。因此它实际上掩盖了中国人到美国进行娱乐性访问的游客人数大幅减少的事实。 基于美国商务部数据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来自中国的游客数量2018年减少了10%, 从2017年的约227万人次减少到2018年的约204万人次。换言之,尽管2018年来自中国的整体访客数量下降幅度是6%,但到美国进行娱乐性访问的中国游客数量下降幅度更大。 报道称,2019年的情况类似。2019年1月至5月,来自中国的游客数量较2018年同期减少5.3%。 美国签证数据显示,更多坏消息即将出现,美国政策基金会的一份分析报告发现。 2019年头5个月,向中国公民发放的以商务和娱乐为目的的BEBR签证较2018年同期减少了17%。 尽管实际到访人数与发放的签证数量之间没有直接关联。 因为中国访客的BEBR签证允许多次入境,但这一数据表明, 有更多的人被拒签,或是对前往美国的兴趣减弱,或是两者坚而有之。 报道称,贸易和移民政策被认为是中国赴美游客数量下降的原因。 报道还称,中国游客的减少意味着受益于中国消费者在美消费的美国人生意减少。 这其中包括酒店和零售机构的生意。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